克罗里德 你知道什么人不能来封丹旅游吗 什么人 道歉的神明 为什么 因为封丹有主影猎人 放心吧 我们向来只对恶徒出手 但如果在封丹犯事 哪怕是神明 也逃脱不了在审判庭上的制裁 可是神明实力超级 恐怕你们留不住他 所以再次我向你推荐一个人选 那恐怕只有最高审判官 纳维莱特先生 才有这个实力吧 不对 是夏洛帝 为什么 因为他手里有 牛影机 但是夏洛帝不是使用 牛影机的最好人选 夏洛帝是封丹数一数二的记者 如果不是他 那还会是谁 当然是福定大女士 为什么 因为作为导演的他 最擅长拍电影 公然愚弄直律厅人员 准备决斗吧